我這次接的是《無量一金演繹》 就是企劃團隊的 就協助企劃的部分 那其實這一次 對我們一個比較大的考驗是 因為我們需要承擔的是作法品 然後這次持月持孤 希望我們自己就是想出 說法品的動作 還有說法品的隊形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們剛開始不太清楚 所以我們就靠著 就是大家把《無量一金》的那個書拿出來 然後一頁一頁先去了解那個經文的內涵 然後才去設計出動作 然後也思考到說 這樣的動作應該要搭配什麼樣的隊形 然後慢慢慢慢 然後第一次的呈現 然後持月持孤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們在做調整 然後這樣子做 11月1號就用那樣的隊形去做呈現 那時候 因為在11月1號以前 大家非常的辛苦練習 無論中午啊 或者是晚上 學生跟老師都非常認真的練習這樣 大家都很幸福 然後所以應該想說 11月1號呈現應該是很好的 可是沒想到我們可能還是沒有抓住 事故的想要我們呈現的那個意涵這樣 所以那一次其實 學人總指有人就覺得壓力很大 然後就在那一次的修改的過程裡面就哭了這樣 修改是為了讓整個呈現更完美 然後也是為了希望能夠在 11月22號有更好的呈現 所以我們就共同一起來努力這樣 然後希望能夠讓說法品 就需要負責這一個說法品 能夠做最完美的演出演繹這樣 我其實我很感謝學生 包括學生種子或者學生團隊 或甚至我們這個企劃團隊 我都覺得每一個人都必須要為這一次的活動 做一點點小小的取捨啦 因為說不忙真的是不可能 那但是就是取捨之後 你看到那麼完美的呈現其實是 真的是很感動 我一定會用非常非常感恩他們的心 來謝謝他們來共同成就這件事情 對 這一次大概從外地回來的可能會有六七位吧 然後加上本地就是在工作 慈濟醫院工作的學生 所以大概也會回來應該會有十幾個同學這樣 那今天中午也有五專部的同學回來 所以我都覺得很高興他們能夠就是 共同回來參加這一次的活動 然後一的爸爸媽媽也都很歡喜 學生會回來 其實因為我本身在護理系嘛 然後我們學生大多數都到臨床去工作 那我覺得臨床的工作真的是比較繁重 可是我覺得我看到孩子們 因為我會去帶實習 我會碰到應屆的畢業生 然後我都覺得其實我們孩子們表現都很優秀了 所以應該孩子們要給自己一些肯定 然後我相信就是我們慈濟的人文所栽培出來的孩子 一定是跟其他的人是不太一樣的 我覺得多了一些關懷吧 就是那種細心啊 跟我們的畢業生的孩子們講說 其實你們都很棒 所以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我都覺得我們很有榮幸來參與這個二十五週年 對我覺得真的下次二十五週年 我應該很好了很好了很好了這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真的和其有幸能夠參加這一次的盛會 然後我相信我們都是用最虔誠最美好的心情來迎接這一天 然後因為真的很懷念學校也很想念在學的事情 所以就大家就一起約說 那我們校慶要回來看學校 然後要回來看老師們 希望就是可以這樣 就是我們現在在臨床服務 然後施工當中其實有教導我們 就是要視病如親 然後我們就是用這樣的心情去照顧我們的病人 然後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這樣子的學生們來臨床服務 就是希望那個學妹們啦 以後出社會 然後可以到慈濟的置業體去工作 可以去那醫院工作 其實臨床工作可能會遇到挫折 你會一定會想到 第一個你就會想到 以前在花蓮的點點滴滴 學校老師 對 是對我 就是很保護我們 所以剛開始遇到挫折 我們就是 就要自己一趴起來 就是之後去工作的話 就是要好好的對待病人 然後給他們一些溫暖 讓病人感到我們慈濟的慈濟醫院的護理人員真的不一樣 然後就祝慈濟技術學院生日快樂 就是技術學院五專的畢業生 我現在在高雄的另外一所護理學校念書念二級這樣 然後現在是二級了 我今年學校二十五週年校慶就是 特別覺得很有意義要回來 然後其實五專在這邊學校給我很多 不管是知識上還是一些心靈上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回來就是做這樣子的共襄勝局 然後就是像當初專二那時候宣誓的一樣 跟我們的校訓一樣 苦 病人所苦 然後能夠體會病人的一切 然後協助他 幫助他這樣 祝福學校生日快樂 然後希望老師身體健康可以 就是學校可以越來越好這樣